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缺氏哥 今天一会儿带来一道北方传统的大席会菜 咱们准备什么了呀 豆泡 酥肥肠 五花肉 六头咱们准备冲筋 肉丸子 红薯粉条 大白菜 这个会菜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 特别的下饭 看着食材呀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往里放 但是会完之后 那是真的好吃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相信你要是吃过的情况下 绝对忘不了这个味 咱们准备一块带皮的五花肉 来切成片 再准备一块酥肥肠 切成块 好 放到盆里 准备一颗大白菜 咱们掰几个叶 大白菜清洗干净之后 用手撕成块 大白菜斑跟大白的叶一定要分开啊 因为它们两个成熟的时间不一样 把锅提前制好 加入食用油 然后放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炒至淡淡的黄色 然后咱们把白菜斑先放到锅里边 先把白菜斑煸炒一会儿 白菜斑下锅炒至40秒左右 咱们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然后呢再把白菜叶放入锅里边 再继续煸炒 白菜叶和料头下锅 转哥又炒了40秒 现在呢 把白的已经炒倒了 料头的香味呢 已经炸出来了 咱们加入20克一品香酱油 再继续翻炒 13香放入4克 增加符合味 再加入10克蚝油 蒸鲜 好 把调味料全部炸香 咱们加入清水 然后放入豆泡 肥馋 肉丸子 全部放到锅里边 焖煮一会儿 把食材灯焖煮入味 加入8克老抽调底色 这时咱们要把炉火调成中火焖煮 胡椒粉2克 去腥蒸香 精盐4克调底味 鸡精3克 蒸鲜 再放1克白糖提鲜合味 调味料下锅 车哥又焖煮了将近3分钟 看见了吗 现在汤汁所剩不多了 然后咱们再把粉条放入锅里边 因为粉条它有一定的收的能力 咱们把火烧调大一点 这粉条把这汤汁收到浓稠的效果 时不时的翻动翻动大勺 避免粉条糊锅底 现在这汤汁被粉条收得非常浓稠了 然后咱们再放点香菜段 淋出锅之前咱们再淋点香油 增加菜品的香味和亮度 非常有食欲啊 好 这样咱们就可以出锅中盘了 东北农村大席会菜 哎 制作完成了 车给人尝尝味道啊 嗯 就是大席那个味啊 煮热菜吃饭呢 我跟你说简直是无敌啊 平时爱吃盒饭呢 你做牌热菜那肯定能爱吃 味道非常OK 哎呦 我觉得这碗也非常入味啊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